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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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来 研究弥勒旧古今 再来讲到北方真武为将帅 青脸弘法显神通 北方真武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玄天上帝 他是靖勒国的太子 出家修道在武当山 北极真君所以叫北方 这个北方真武呢 最后这段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 这个 我们点到的时候讲的 现今灾煞聚遭身边 一切兵荒老幼同瞻 就是讲这一段 最后关头 这个佛魔争帝啊 那种十方天魔啊 会全部发动 所以说 现今灾煞聚遭身边 各种的灾难凶神恶煞 全部到了身边啊 都会来干扰啊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这种 像现在气候也异常了 像今年气候就非常异常 一整年没台风 九月才来 然后温度也增高 所以人不照天理啊 天不照甲子 就是人呢 这个失去了天理良心啊 这时候就会 风不调雨不顺啊 这个 天地大乱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兵荒马乱 老幼同瞻 不管你是老人啊 还是年轻人 小孩子 但是全部都在这场大战里面 佛魔大战里面 没有人能够避免 而这场大战呢 当然 那边领军的 就是撒旦啊 其实撒旦本身啊 这个魔王本身以前也是天使 还是大天使 路百家 后来堕落了 变成撒旦 然后 而这边领军的是谁呢 就是北方真武 北方真武 统帅三军 叫 胡摩大军 他已经有五千多年的修道的历史 最资深啊 我们前面讲这些 三观大地也好 释迦牟尼佛啦 孔子啦 老子啦 历代圣人最资深的就是他啦 就是这个 北方真武 前面有介绍他的生平啊 他是在皇帝时代 就 就已经成道了 所以说呢 由他来统帅三军 胡摩大军 来统帅 那要来做最后的整树 最后的整树 最后的整树 要把这块土地啊 化梭婆土为莲花坊 就在这里 要把这块土地的这些 罪恶 无形的罪恶 有形的污染 全部都去除 什么叫无形的罪恶 比方说 我们现在那些商人 对不对 贪心 不择手段要赚钱 这就是无形 你看不到他的心啊 那有形的污染是什么呢 大家都吃收水油啊 大家都吃饭 无所不在 收水油还好耶 我们台湾人生产是收水油 像他们进口那个什么工业株油更多 对不对 但是那个是大陆到香港然后转进来 那应该是做肥皂用的 那地沟油 那更可怕 那地沟油都是那种 到那个水沟里面去挖 挖出来的 那个都黏在那个水沟壁上 然后很多蟑螂啦老鼠啦 在里面大便啦 都混在里面 所以那个挖出来都黑色的 现在都吃到我们台湾人肚子里去了 不过我们吃素都逃过这一劫 吃荤的大概 没有办法避免的啦 无所不在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这件小事你就看出来 人心也受到污染了 人心的罪恶 食物的污染 土地的污染 无所不在 非常可怕的 所以说今天北方真武来了 率领狐魔大军 那要来掃荡群魔 要来掃荡群魔 不管你是内心的魔鬼 还是天地之间 在这边这个 霍乱人间的魔鬼 或者说是坏人 走火入魔的 这些恶人 这个都是在这个 北方真武的一个 扫荡的范围之中 北方真武为将帅 清廉弘法显神通 北方真武他率领了四大元帅 其中呢 为首的这个元帅啊 四大元帅之首啊 叫做温元帅 这个温元帅呢 他是汉朝时候的人 后汉时期的人 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儒者啊 他从小就身具异品啊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然后又什么金石子集啊 所有的这些经典都读得很通 文章非常的好 但是呢 他本来是要走这个 这个就是去考科举嘛 进士 然后去这个 做官啊 去报效国家的 但是后来他落地了 好像我们说考大学落榜一样 他落地以后就很失意啊 然后突然间呢 天上降下来一条苍龙啊 黑色的龙啊 叫苍龙 那个龙呢 吐出一个珠子 龙土珠啊 吐出一个珠子呢 诶 被他捡到了 吞到嘴里以后 哇 开始会飞行变化 变成神仙啊 很特殊的一个人 叫温将军 温元帅 那 他就整个人就变了 脸变成青色的 头发变成红色的 叫青脸红华 青脸红华 青脸红华 然后神通广大 他还没有死啊 那时候 还是活人啊 就已经飞天上 飞天入地啊 无所不能的 神通广大 就跟那个绿巨人一样啊 蹦来蹦去的 有一部电影叫绿巨人啊 这个 还真的有这种人 那叫温将军 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 清脸红华显神通 这是我们看不到的啦 像后学到马来西亚 有一位 陈鼎然师 他是 保光健的在马来西亚 第一个坛主 他家里设坛 可是他那个时候 也不了解到嘛 那时候也没什么开班 所以他一方面虽然是坛主 一方面跟后天的神坛啊 也走得很近 他就信那个三太子庙 台湾人也很信那个三太子 三太子庙的一个鸡童 跟他是好朋友 他有一次就说 请那个鸡童 他到这个鸡童很灵啊 就是会有那个太子爷降坛 他说请这个太子爷到他家里面 佛堂来看一看 然后他就问这个鸡童啊 这个党鸡啊 说要准备什么鸡要不要 他说不用 他说我这个是领子的 他说我这个庙有领了这个三太子的子 所以呢 一把箱 就是在那个 他的那个神坛啊 抓一把箱点着了 就走过来了 然后到了以后呢 楼上有佛堂嘛 那楼下呢就是他们 一般的后天的 以前他们家这一楼本来就有公骂嘛 那楼下有个公骂 而且还有 还有拜那些 这个 这个 后天的神佛 后来设佛堂设在楼上 他那时候还是坛主 结果这个 这个党鸡啊 就手按在这个桌子 把箱往那个箱爐一插 手一按桌子 就要起党了 太子要起来 结果一按就不动了 又没有起来 又不动了 他想怎么不动 叫他他也听不到 就会变成木头人啊 完全不能动啊 他就想说 哇 是不是我们先天的佛堂 不应该请后天的党鸡啊 来说山道士的啊 就赶快上去啊 烧香忏悔 说忏悔老母娘慈悲啊 因为后学不懂事啊 所以请这个后天的党鸡啊 说要来看风水 看他家的 他不是要来 要看风水 是不是有触犯到这个老母娘呢 结果呢 哎 烧了香以后啊 他再下来 这个党鸡才 哇 退下来 哦 然后嘴巴说 哦 青的红的 青的红的 就是 青色的红色 青的红的 看到青点红法 温将军 因为他那个 太子爷那个灵啊 一届 到底是不是太子爷 老实讲我们也不晓得 就是 一上升以后呢 马上 就被赶到好远去 都回不来 所以回不了神啊 他被搞到好远去 连他的魂魄都被赶走 所以钉在那边跟木头人一样 啊 他根本进不来 后来是 这个 这个陈坛主啊 他烧香跟上天禀告以后 才让他回来 他赶快就要走了 他从头到尾只讲了四个字 青的红的 青的红的 只讲了这四个字 就是青点红法显身通 所以像我们 道青呢 我发现很多道青很喜欢去问后天坛 这后天坛 问题很多啊 有时候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佛魔争帝啊 这个魔鬼有时候都侵入很多神坛啊 你都不晓得 你就当作是先佛 他们不会自称是魔的 都是自称先佛神圣的 所以这后天坛我们的道青尽量少去 你会觉得他讲的很零啊 很准啊 越零越可怕 越零越邪 那要当然要零啊 他才可以 有说服力啊 就算詐欺集团啊 他也要拿出一点本钱出来啊 是不是 是今年吧 有一位聂小姐 回到台湾来来找后学 这聂小姐是 从小书就读得好 还是 虽然是女生啊 她是学理工的 到台大毕业呢 就去那个美国读书 后来现在在教书 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学气功 那学气功学一学呢 是大陆来的 那个气功老师 学一学突然间会讲天语啊 讲天语就讲一些 你听不懂的话 他自己也听不懂 不知道他讲些什么 那他们就请那个大陆来的 气功师傅啊 跟他看啊 气功师傅也不懂是怎么回事 就只说他体质比较特殊 后来就有台湾来的师傅啊 台湾的那些老师啊 通灵的老师 知道了这个消息 就跑来找他 帮他看验 哦 发现他是灵机啊 对啊 现在台湾有一种灵机啊 和一般的当机 当机不一样 灵机 而且都是知识程度蛮高的 灵机 发现他是灵机的体质 就叫他要回到台湾 宜兰有一个三清宫 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那个灵机的大本营 那边训练出很多人才出来 就是要灵机救世 他们也是要来救世的 哦 这个灵机要来救世的 然后就要去领命 就像我们典传师要领命一样 要到三清宫去领命 所以他就从美国飞到这个三清宫去 来烧表文 烧黄表啊 表文上奏啊 然后领命 领了命以后他回到美国啊 哇 晚上不能睡觉了 哦 因为他 大家都大家很羡慕他 因为这个灵机啊 借这个机 来办事 来救世的 这个神明啊 有等级的 他大概因为学历高吧 所以说 直接就 原始天尊来借机 就是三清里面啊 三清宫里面最大尊的 就是原始天尊 正中间的 原始天尊 他是原始天尊的灵机 所以到了美国 原始天尊啊 每天晚上啊 就要把他叫起来操练 要踩七星步啦 练步法啦 练功啦 练咒语啦 练符咒啦 要来救世 每天晚上叫他起来 哦 他受不了 因为他白天要上班 晚上回家 家里家庭主妇 还要顾小孩 所以他晚上 他后来就不肯起来 不肯起来 那个原始天尊 一定要叫他起来练啊 他就赶他走 别吵 别吵 我要睡 后来 后来那个 过了几个月 那个台湾的那个 吴老师啊 就是帮他 起零的那个吴老师 到美国来了 就找他去 就问他说 有没有每天起来练功 他说有有 每天都起来练功 吴老师就说 你骗我的 他说原始天尊以来 跟我告状啊 说你都不用功啊 晚上都睡觉 不起来练功 哇 这真的很厉害喔 隔海超重 后来这个原始天尊的灵啊 就一直叫他回台湾 他奇怪了 他才刚从台湾领命来 领了灵机的命 现在又叫他回台湾 他不知道什么理由 他又编一个谎话啊 就跟他 跟他先生讲 说要到台湾开什么 读经班 就回来了 那回来他就住在佛堂 因为他也是道亲嘛 住在佛堂 他是基础主的道亲 就住在佛堂 这时候这个原始天尊啊 就来了 就来上身了 然后上身就做什么呢 说要找典传师 他说请你们一位李典然师来 那他们 那李典然师不肯来啊 说你们后天的 后天的神明啊 叫先天的典传师来 我们就立刻来 那不是质贬身价嘛 就不肯来 那这个原始天尊就说啦 他说其实我不是原始天尊 他说他要找典传师来 是想要回李天去 他说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两岁求道的 忘记三宝的道亲 两岁求道 五岁就死了 所以根本不记得三宝 那他那个灵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就在台湾游荡啊 有一天他游荡到 宜兰山清宫啊 他看到那个原始天尊啊 里面根本是空的 他就住进去 变成原始天尊啊 你看多可怕啊 住进去就变成原始天尊啊 在那边办事啊 哇 被人家拜啊 供养啊 还有好多神兵神将啊 其实那都是英兵英将啊 诶那是 那在道教是很大的一个庙诶 除了很多人才 结果是这样的 他就 帝王师不相信啊 那些李帝王师不相信啊 说你不能空口说白话 他就说他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求道的 哪一年求道 就他们有资料 我们不是都有资料吗 就去查 果然 什么名字在哪一年求道 而且真的是两岁求道 五岁归空 查出来了 所以帝王师赶快到佛党来 烧大把箱 扣一千扣手 送他回去 就这样子回去啦 那现在 三清宫 原始天尊 初缺 看有没有人要去 现在都要有别的地补了 所以就知道这些 这些公庙啊 千奇百怪 什么花样都有 但是你说他不灵吗 灵的不得了 释迦牟尼佛讲的 上品精灵啊 还知道五百世的因果 他只是帮不了你的忙而已 讲东讲西啊 他什么都知道 精灵啊 精灵鬼怪都知道五百世的因果 五百被子轮回的因果都知道 何况是这些呢 像那个虽然是一个 回不去的 这叫灵童啊 我们讲暴世灵童啊 回不去的灵童啊 像他现在回去了 一定会回来变成暴世灵童 刚刚讲这个 假原始天尊啊 他这样回去报道以后啊 怨不能了难把相还嘛 一定会回来 你若怨不能了难把相还 他回去只是报道而已啊 再派下来 已经变成暴世灵童 他的 不是人际关系啊 他神际关系还不错 在台湾的这种神坛到处跑 他东串西串到处跑 所以说 因为他们会游坛的嘛 他们的原始天尊会游坛 所以他现在后学不知道啦 但是后学的判断 逻辑判断 他一定变成暴世灵童 所以今天呢 陪方真武来了 那 要来做什么呢 要来 收杀罪孽 玉石分班 现在这场大战就是玉石要分班 这很重要 肃清诸耳玉石分班 уб你 Everest 好